我相信我刚刚在读课语的那个谚语的时候 你应该感觉到它蛮有旋律性的 后来我就用这句话发展 很多客家人以为他们的孩子信了耶稣 好像就是被点忘祖 殊不知在圣经当中是非常强调孝敬父母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首诗歌跟我的父母亲分享 语言见证了血脉相通 音乐拉近了族群之间彼此的距离 用客家熟悉的曲调重新配上福音信息 这是客服诗般让客家人认识耶稣的关键 你说每一个百姓听到了不会感动吗 你用我的调把福音放到这个歌词里面 就表示你认同我 那我是不是就想要跟你做朋友 从台湾 马来西亚到印尼 成员来自台湾四面八方的客服诗班 立志要把足迹踏遍世界上每一个有客家相亲的角落 在2015 14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机动性的 比方说白牧师要出去讲道传递客家异乡在台湾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很容易的就几个四五个一起来 我们就去了这样 那我们团练我们也去布道 我们客服诗班可以做的就是这个部分 去到别人不想去的地方 透过诗歌告诉你上帝爱你 然后我也实际行动去爱你 我想他们能够被感动到是因为我们愿意去 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们 透过语言与诗歌创作 上帝正大大的使用世界各地说客语的基督徒们 为了客家相亲的灵魂得救而奔走着 愿上帝继续祝福客家人 一起兴望福音